各位投票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米其林 我是秀恩齐 今天是9月10号 今天礼拜二 投票今天早上好像开高 结果现在到了12点多 12点半 结果竟然是往下杀 怎么会这样 那我现在认为 台股你说跟着美股走吗 还是说我们是领先呢 昨天美股其实不错 上礼拜五你说不好 昨天美股是好的 那今天台股应该开高没错 可是怎么现在又下来 那当然我觉得啦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苹果 那我今天我YT的标题 我也是说苹果 真的看法还是分歧 这个我等等会来分析 苹果的凭概股可不可以留 今天你节目帮我看完 我会好好的跟你说明 那还有我准备了两支 就是我讲很标准的 大户在买 散户在卖的股票 两支 一支小支的 一支一百多块的 好不好 你今天帮我节目看完 我希望这两档 你们都可以来跟着一起动作 那一样 首先我的节目帮我小鼠 NP57加进来 还没有加的投票 真的赶快帮我加进来 里面有些讯息 我讲了 你们拿去参考都没问题 都可以赚到钱 那持股有什么问题 也是加我赖好不好 直接来询问 因为持股上面 我会直接跟你回 我会亲自跟你回 要怎么去做调整 那这都是不用钱的 好不好 加我赖一样 先帮我先丢个贴图给我 让我知道你在里面 因为里面我会直接 有些是直接一对一讯息 我不会完全用群发 好不好 所以加我赖进来 一定要先帮我打个招呼 丢个贴图 那盘后的 一些盘后 我盘后的文 你一定要看 因为这对接下来的盘式 我相信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力 所以盘后文 你一定要帮我看 好不好 美股 其实昨天 都是上涨 那当然前一天 大跌 大家又很担心 对不对 那废半 涨最多 虽然说前面一天跌4%多 那也是收了2%多 那我这边还是想要讲一下 真的 以美股啦 投票 真的你们要去担心来担心去 我觉得 没有办法 跌的时候大家都会 找事情怪 找理由怪 一定都是这样 那可是真的当恐慌过了以后 又回归正常 这个是我们现在 在经历的事情 可是很多投票 你们在当下不这么认为 好可怕 我就卖股票 就是乱杀乱砍 当然有些要卖 有些不能卖 我一直讲 你还是要把强的留着 要把弱的卖掉 你不要说去出强的 我有赚钱 我有获利的我先出 账面上全部都是赔钱的 那越赔越多 为什么 那些股票就是没有人在照顾 没有人要动作 所以他一直跌 那强势股有人在做 一路涨 一路涨 好不好 那当然我也知道最近比较难做 为什么 因为没有量 你只要没有量就没有完全的价 所以没有量就要锁定特定的股票去做 现在这一波一定是这样操作 好不好 美股说大涨 可是苹果发表后 其实当然苹果还是怎么样 小跌 小涨 才小涨 其他的都是涨比较多 像辉达涨了3.5% 结果苹果只涨了0.04% 怎么会这样 他发表耶 心机发表应该要很好才对 对不对 当然那我早上我也看了 其实我这样讲 你们再进来可能会去看他规格 最新规格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这一些早在半个月前 其实应该一些资讯网站都有 科系网页网站都有公布 那当然大家现在在认为的是 好像真的差不多耶 怎么会这样出来没有什么 还是要讲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对不对 这是今天我相信大家很多人留言 那当然很多人还是讲还是要换 果粉还是会换 为什么 出新的就换 出新的就会换 所以 老师你到底怎么看这一波 我这样讲 其实我前面我有做郁金光 我也跟各位讲 对不对 郁金光我也做我也做掉了 好我讲了这边我做一趟 6月5号 我说我来东征新的平台 我在4点的时候我就讲我做这一趟 这一趟做完 我就没做了 然后一路下来下来下来 好这里我做了两三天短线我就出了 你说最后有拉高 我说我没做 我就做这两趟 同种就做这两趟 为什么会下来 同种那我要讲外资在看 包括 郁金光也是大力光也是 外资在看当然还是很好 平盖股还是很好 你说去估有9000万只 可是当然有没有到1亿 1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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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不晓得 但是还是有到9000万只 所以说他基本还是撑得住 那可是投票市场就不是这样想的嘛 你就是要高于预期嘛 你只要持平市场不会给你打个很好的分数 对不对 好那当然你来看今天iPhone概念股 哇也是全挂 投票真的是全挂对不对 当然不是只有这里面 好可是大部分是全挂的 还有像文贸最近也是 也是全挂所以我这样讲股票会先行啦 今天很多分析师要讲说 苹果我很看好怎样怎样 后面还会怎样怎样怎样 当然我也希望啊 因为股票会涨对我们都好嘛 但是我必须讲我是一个负责诚实的分析师 我必须跟你们讲 今天开出来 不要说台股 你说美股 苹果本身就没什么涨了 那你怎么样寄望这些供应链会大涨呢 今天这是平概股 全部也都是跌 那当然你要说现在台指 台湾大跌那么多 哇整个尾盘杀下来 尾盘整个杀下来 所以有点影响 没有问题 因为早上我在看的时候 这边iPhone概念股是有涨 至少还红三档还是四档 现在全部翻开 当然也有小跌了对不对 小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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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这些都是算小跌 可是苹果出来真的就是没有这么好 我必须讲真的现在四框就是这样 那为什么会这样 那我来跟你们讲一下 当然我前面也讲过 主要还是这个东西 Apple Intelligence 好那现在出来 它没办法赶上嘛 所以它也是后面可能10月11月 甚至像人家讲明年 才要更新 它是用软体进去更新 才能用的功能 所以现在没办法说 你一买新手机 它就给你安装在里面 你后面要靠下载的部分才有办法 要更新的部分才有办法 所以这会冷掉一些 那当然还有人讲 它其实这些功能出来 我也大概有看了一下 那当然你说A18晶片一定就会好 可是跟怎么样 他们拿来比跟12代13代比 然后说多了60% 可是跟15代比 只多了15% 那你要说真的有差很多嘛 那当然说散热又增加多少 那还有快充 这次快充有多 容量变多 那还有相机 那你说 现在就多一个拍照的按钮 那那个按键可以去做很多功能 对不对 可以说轻点一下 就马上快拍 长按是录影嘛 这些我都有看 那但是投票 人家市场才是会觉得怎么样 话题性不足啊 他们现在就是认为话题性不足 所以很多人讲 那当然这些前面都有出来的功能了 所以你现在有很多人在那边酸啊 说好像变了一个例行公式 就是例行到了每年9月10号11号什么 就要去例行公式 我自己认为啦 基本的水准还是会在 可是不会说特别大爆发 好这个你们要注意 所以有平概股的 好我就真的以这一档来做一个例子 今天还是这样跌 对不对 那当然今天盘是整个下来 所以沙尾盘这里我觉得不要去太严苛 这里沙尾盘这里你们不要严苛 主要是看前面 开高马上就下来 看这里 9点10点这边 开高马上下来 为什么 好很多分析师还是讲很看好很看好 破成这样外资连麦 其实外资这几天是放好消息的 投票外资这几天是说还是看好 可是他们一路这样卖 好不好要注意 要注意真的 那你有平概股有问题的好不好 来找一下我 来找一下我 我跟你们讲一下你们手上持股 该怎么动作 好这很重要 好那我前面其实有讲 Apple他们把电动车部门取消掉 全部来投AI 一定很好 可是我也讲了 他们今年才这么做 那请问你觉得半年的时间 他AI这一块就能赶上其他大公司吗 当然不可能 所以我前面也讲过 今年这一波 你说16出来 他AI的功能一定不会太多 因为一定是全部集在下一代 所以17我认为才会是大爆发 那如果17又有什么 折叠出来 那一定是爆炸 所以我觉得今年不会到那么好 你明年要特别注意 因为真的电动车他们把它取消掉 全部投AI 所以AI很重要 对苹果来讲 只是他们今年才刚研发没有那么快 好不好 这次我要必须跟你们讲一个大方向 这是一个大方向好不好 那你说报导新闻就出来 苹果很无... iPhone 16很无聊 真的就是这样 除非重启革命性改革什么 那我认为现在一个革命性改革 就是有一个折叠机 但是但是好 回到这 投票当然你们又要去讲华为 对不对 就看下午嘛 到底会怎么样 这个出来 那当然台湾不能买很可惜 只能说你说透过一些管道 很可惜 那现在说有300万支嘛 对不对 那当然我讲 300万支一定很多是怎么重复预购的 什么意思 一堆黄牛去抢 所以你说300万支还是要实际打个折 可是话题性够了 又找刘德华代言 对不对 话题性够了 真的够了 好不好 这个会不会影响iPhone 我觉得当然只要有话题起来 对大家都好 你也不要认为说好像 好像不好 好不好 不要这么认为 那当然明天 美国这边CPI要公布 大家可能又要去关注 那很多人就讲影响没那么大了 那我必须讲真的有因为这些因素拉回你就要敢买 就要敢买 不要去怕好不好 真的不要去怕 那当然还有一个在讲贺锦丽的支持度趋缓 这两天新闻好像在报 川普好像跟他又互相了 所以投票这里你要去讲不好吗 我不认为 为什么 你说一个执政党 他的民调又跟对手差不多了 所以你说股市它不会去怎么样 不会去太坏 这个我必须跟你们真的这样讲 在选举前股市不会坏 只是很多人要认为 9月是会跌的 还有就又来一个嘛 对我以前一直讲变盘 碰到什么结就要变盘 那投票重点今年台湾中秋没有廉价 下礼拜二嘛 下礼拜二嘛 再一个礼拜中就一天而已 就一天而已 所以没有什么廉价的问题 只是我今天还是有一些 整理一些资料还没做好 再来去看说近几年啦 近几年来中秋节的一些表现 那我必须讲真的中秋节 这个我下午我请每一边做好 我会放在我的脸书 我会放在我的LINE里面 所以投票可以的话你们加我LINE 下面小组NP57加进来 我LINE里面我会放 你们加进来我会看 好上涨几率70% 什么意思中秋节后 好我先讲结论了啦 这个下午你们自己看 中秋节前连跌几率比较大 跌的几率比较大 可是中秋节后涨的几率是大77成 所以我不许讲这几天跌 你要换你要检释手上的股票 看要怎么换 好不好那中秋节后其实会涨 所以我只能跟你们讲 你们这几天就是要调整 那还空手你更要来找文奇王 好不好 来找我跟你们说要怎么动作 因为中秋节后开始涨 你们不要后悔 今天9月10号我先讲 中秋节后开始涨的时候 我跟你们讲 我现在这VCR我会拿出来 我一定会拿出来给你们看 因为我讲了 你说节前去稍微整理怎么样没关系 重点是你要敢买 那等到节后开始大涨 哇那你又没你的份 好不好 我希望来找文奇我会知道 好那这次因为只有一天不算廉价 所以也没什么变不变盘的问题 好不好投票真的不用太担心 好真的不用太担心 好你说出口 今天这是今天的新闻 出口还是很好 所以我昨天也讲出口还是很好嘛 我说基本面 其实投票我必须跟你讲 我昨天我测标怎么讲的 我昨天测标跟标题 其实没有这么恐慌 台股基本面能不能撑盘 我昨天是不是测标这样打 结果这今天的新闻 金管会就来 基本面未改变 我昨天就先测标这样讲 结果他们今天金管会就来 当你说要去安定人心什么都好 但是我们在看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嘛 你说台积电带队公链一路 这些真的要注意好不好 万论 我说今天万论好像跌下来 我看尾盘也跌了 一定都跌了 不用看我也没看 对不对 我录影来我也没看 一定跌下来 但是是不是机会 好不好 有一些真的都是机会 先进制程说 今天又去买艾斯摩尔的机台 对不对 改版完成 所以我认为GB 你说Blackwell系列 这个B系列 你们不要觉得好像说地研是不好的 他地研没错 可是他改良 我前面我也一直讲 他改良改完了 良率上升 搞不好成本还下降 那你觉得会不好吗 只是因为他太早放出来 他有GB200这个系列 好 三月就在那边放 所以现在市场 到现在半年了嘛 大家也是寄望很久了 四五六七八九 半年了 三月他在那边就公布 太早公布了啦 如果下半年公布 如果六月七月公布 现在说要 还在设计要改良率 哇那新闻整个 讲的又不一样了 不是吗 不是吗 所以同朋友真的 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我必须讲 昨天跌嘛 新闻是怎么样 气息卖压出来 对不对 气息卖压 那昨天 新闻是讲怎么样 除息行情有望成定性王 同朋友我必须讲真的 新闻要这样写我也没办法 昨天跌下来破800 那边讲 好除息了可能会有望 那昨天跌完对不对 今天新闻是讲 昨天卖压气 在那边气息卖压 那今天又涨起来要怎么写 对不对 同朋友 我讲真的 没有太大的问题 你不用担心 这边很多人讲会不会破 813这边会不会破 我真的认为不至于 没有到那么夸张 800下去马上也弹回来900 为什么 底下真的你说外资在卖 你说投心在买 可是最主要的买盘还是有撑住 你看今天还是回来 尾盘压 今天台积还红 如果今天台积是黑的 今天跌破200点 恐慌又来了 恐慌又来了 但是温希老师 我必须跟你讲 好不好 不用这么担心 真的不用这么担心 还有昨天在讲嘛 水冷会计投的东西 今天我刚刚讲 七红刷红好像 怎么样又不好了嘛 对不对 今天又会讲 当然今天散热水冷出来 我讲这个我放在我赖里面 你们来看都看得到 祭司本都看得到 还是重申 都对齐红正面 还是正面 GV200要上市 随人还是会拉 可是呢 今天还是下了 你们有这两次的我拜托 你们来找我 我昨天我就讲了 昨天涨起来 我没有截 不然我赖里面我昨天盘后问 我盘后我昨天怎么讲 好不好 我没有截 今天我没有截图 对不对 我今天盘后我就讲 散热族群今天反弹 高丽亚涨停 七红6% 双红5% 我主要是新闻 我说就是水冷会计投的关系嘛 散热拉回休息很久了 今天第一个人表态 要观察后续有没有转强 投票我昨天我LINE盘后我这样讲 你们有看到的 好不好 帮我举个手 都好 来加我LINE跟我讲 为什么会这样讲 对不对 我讲了 大户散户数 我就说很简单的道理 昨天这样涨起来 全部分析师在那边讲说他有 昨天一根 全部分析师他有 他赚多少钱 不是吗 昨天一根涨起来 全部在说有 那结果今天这样子下来 我不晓得 同学们 那你们如果昨天去追了 怎么办 怎么办 好不好 我就一直在讲 因为最近他大户真的就一路卖 散户一路卖 这种股要 要注意 不要说碰不得 要注意 我就一直这样跟你们讲 好不好 真的 这里面 我LINE里面都有 你们真的进来看 那半导体 好不好 今天还是在讲 对万论加登 正面评价不变 所以我还是看好万论 为什么 因为真的设备场没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 真的筹码也还不错 筹码也不错 今天其实投票是有些人要碰高的 406 好 这个我等等讲 我等等里面也有资料 等等讲 那台药呢 好 我也说我一路讲 今天是我创新高 投票今天创新高182 再拉回 再拉回 好不好 我不用看位置要拉回 像尾盘这样 我像大部分的 我像大部分的股票都是拉回 但是今天我先创新高 这我放在上面 9月4号我就放了 好不好 真的里面有一些东西可以看 那精彩我怎么说 因为大户一路买 散户还一路卖 所以我说我不担心 我不担心 大众 也是拉回 可是投票 你们去看这个线形好不好 看这个线形 有跌到哪去吗 觉得好像差很多 我觉得还是很漂亮 还是很漂亮 那我选的股票 我觉得真的就是能抗跌 我不敢说天天涨停 投票 可是真的我认为好不好 抗跌 那今天这一支神准 投票有 我早上我怎么讲 我讲 9月10号今天又站上170了 没想到现在拉回来 没有问题 好今天因为大盘的关系 影响 可是他 因为我讲这支股票量少 还是会走自己的路 那你要来找我做到这种股票 好不好 做到这种股票 没有什么跌 这一段你说有跌吗 没有 同朋友我必须讲 真的 有涨停我会讲 可是没有涨停 我不会去乱讲 那你们要去听信一些分析师 去讲涨停的股票 那你们去 可是真的我愿意 我说真的愿意相信温习我的 我觉得 我挑的股票就是可以这样 就是可以这样 好不好 就是可以这样 那为什么我会挑 一样嘛 大户数还是在增加 你说赏户就这样卖了 大户还在增加 好不好 没有太大的问题 大众也是 大户一样增加 散户就下来 所以我说怎么会有事呢 对不对 怎么会有事 看大户散户数 其实真的 我一直强调 没有说百分百 可是真的算准 惠特 好我讲了 今天也是尾盘拉下来 投票也是下来 对不对 那我怎么说 我说我823就在讲 他一样嘛 大户散户数 好我这今天好不好 这个是823硬的 投资朋友 823硬的 这是我今天硬的 有没有 一样在高档 大户还在买 散户呢 你说散户有点小增加 但是大户还是在上面 没有下去 所以这今天 有没有这线型 应该够漂亮 823在哪里 投票823硬的 823到今天9月10号 823在哪边 在这里 在这一天 这一天完了 还是继续涨 总是150 最高吗 今天其实有到146 快要创新高 那我说昨天我请人家换 换了 惠特换了就赚钱 昨天去换了 按说今天跌下来 老师还是敢讲 对不对 因为我讲真的 我挑的股票没什么问题 好那我必须讲 最近CPU很好对不对 很好 投票很好 你看莲牙 今天一样这样涨 创新高 为什么 涨到背景是创新高 我讲 我直接跟你们讲答案 不用去讲其他的 大户一样在买 散户就卖了 就这么标准 就这么标准 好不好 不用去讲其他产业 说营收怎么样 接到什么单 不用 大户就是买起来 散户就是卖掉 这样子就会涨 其实我前面挑股票逻辑 其实 当然有一些消息 可是真的照这个去先 拉出一些股票来 我觉得很准 好不好 那我光盛嘛 我说CPU完了 同表现光盛这样跌 我是不是我卖在这一天 488我卖掉 448 我卖在448 一路介绍 一路介绍 8月21日还在买 光盛还在买 821的时候还在买 821的时候还在买 结果呢 我说829 同表光盛他出了跟我说 829出448 829 同表829在哪 这一天 829出了 我没有说我出最高 好不好 我也没说我出最高 829 48出钱 都开高走低 448 48在这边 几点的时候 同表我给你们看 9点43分 9点43分的时候我说出 9点43分 这是那一天的江波图 9点43分在这里 我说我出掉 出掉还有拉上去 还被念 老师你出的不漂亮 怎么样的 没关系 我说我48都出清 后面我是不是说 卖出隔天拉回 所以到9月2号 我在讲什么时候能买回 我打个问号 我就到这边 我就没有再去追 我就没再印光盛了 9月几号 9月2号 同表9月2号到今天 为什么我会先出一趟 因为最近太多人在讲他 我昨天也讲嘛 筹码有点乱 我昨天就讲了 我昨天也有讲 最近太多人在讲他 所以我 我真的决定说先出一趟 反正有赚钱先出 都好 前面那一波的不讲 这一波也是赚钱出 440买 48出 10张 7-8万块 好那当然我相信 今天这一档一定也是跌 波罗位也是跌 没错吧 好我也没看 我说尾盘这样杀 一定都跌嘛 但是你们看线型 有真的跌到哪去嘛 这边我相信 碰到了季线 开始就要有一些 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有一些点位可以开始找 那不会动作好不好 来找文奇 来找文奇 好我说 CPU为什么最近会这么热门 对不对 当然因为台积链的关系 你说这种结盟真的 结盟真的影响很大 这个结盟真的影响很大 好不好 同朋友真的影响很大 你们不要小看 好那我必须讲 涨这些股票 涨完波罗位一定会回来 光色也会回来 只是现在你们这样 联牙在涨 那今天你说涨停板了 对不对 今天这支还是很热门 华星光也是很热门 那甚至还有讲到什么 今天还有讲到印太 哇 讲印太也切入CPU 所以喷了 现在CPU股票 太多了 对不对 太多了 所以 你说我原本在做了 涨千涨其他的 那会不会回来 我直接跟你们说会 所以真的有一些股票拉回 好不好 你要开始找一些买点 不要觉得好像 今天杀下来 你们就又没信心什么了 同朋友不要这样想 好我给你们看 林亚为什么能这样涨 就是因为 大户数 一路涨 一路买 散户就一路卖 真的 这个东西你们来给你们看 你们就觉得垂心肝 对不对 真的就垂心肝 那我还是要说真的 速食专案 倒数两天 今天明天 最后 投票真的你们还没有参加的 好不好 加我的LINE 91加留电话 我跟你们讲 要怎么动作 短线 真的我知道现在大家都怎么样 想做短一点 持股又想少一点 风险又要降低 获利又要快 反正就是做短线 所以真的速食专案 好不好 好好把握 今天跟明天 最后两天 那我先讲 进来 我已经找好了 说真的 我已经找好了 什么东西 这两支 两支 好不好 就这两支 给你们动作 大户 一样 大户数涨 大户还在买 赏户就卖了 大户在买 赏户就卖 今天9月10号 最新的第一支 50元以下 好不好 大户增加少 减少 标准 这很标准 而且我先说今天这支股票也是拉回 我印的时候就拉回 我相信现在尾盘这样子 好 我不能给你们公开啦 尾盘这样子一定也是拉回 拉回找买点 这一支很好 你们小心 好不好 小支的 比较低价 那还有一支 最新的第二支 百元 100 我想100出头啦 我直接讲了 也是怎么样拉回 我一样我印的时候就拉回 今天尾盘 我相信也是拉回 可是投票我必须讲 我不让你们去追高 追在前面 不用追高 也不用追高 拉回要买 好不好 都是一样 大户 你会看到大户都在增加 散户又卖掉了 这真的很标准的例子 我希望投票这两支你们真的可以做 一起来动作 好不好 真的一起来动作 真的我时间又不够 我找到这两支 趁拉回的时候 我不是说给你们去追 都有拉回 好不好 又是一样大户增加 散户减少 大户增加 散户减少 你们要把我这两支 真的有跟上 好不好 这一波有跟上 素食专案 我希望投票一起来操作 好 我今天后面就不再 看那些跟人家对话的东西 因为我这每天都有 真的印不完 持股来全部都是亏钱 我都晓得 好 当然 老师你现在手上股票 我说我介绍股票 有些也亏 但是我必须讲 那个幅度 跟你们手上的幅度 绝对不一样 绝对不一样 好不好 所以真的 持股你们先给我 我看过以后 我跟你们说怎么做动作 怎么做调整 换到我接下来 我看好的这两支 好不好 这两支你们一定要有 真的一定要有 都是拉回的好买点 一定会飙出去 大户还在买 你说他线行有上来 可是大户一样在买 然后散户就卖了 线行有上来没错 大户还在增加 你们散户就卖了 这种股票后面 一定飙出去 好不好 投票真的一起来动作 那我的LINE 下面小鼠 AMP武器帮我加进来 素食专案一定要来 好不好留言91加联络电话 祝各位操作愉快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